大家早安 大家好 一起合唱 兩人還一起跳起舞 就像老朋友互動 他就是力挺高洪安的張姓建商 他不僅是新竹市公測會的委員 以及第六屆房仲工會理事長 還是美嘉倫建設有限公司的負責人 高洪安日前就曾專程派人送年節禮物給他 他也曾在臉書寫下藏頭師表揚市長 經營安安的三號店國之店 高洪安也曾特地到店支持 贈送蘭花 不能看出兩人的好交情 留言引發波蘭 張姓建商發出聲明 表示米粉工會沒有參加 是因為場地問題卻被刻意政治操作 看到不動產工會基層 被拿來做摧毀高洪安市長人設的工具 相當不捨 提醒議員要刮別人鬍子之前 小心別人也要刮你鬍子 留言讓竹倩特產節爭議繼續延燒 新竹市府回應委員聘任何情何反何歸 爭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華視新聞周明縣 簡宏齊蕭宇秀新竹報導 不過新竹市府最近的爭議真的還不少 新竹市的前副市長蔡黎青 四號是被吳玉錦的請辭 也讓外界就質疑他和高環之間的關係 是不是有什麼芥蒂呢 現在甚至是有這個知情人士 就在平面媒體爆料了 他說蔡黎青對於簽公文的方式 非常的講究 通常我們都會簽一個可字 但是蔡黎青簽公文的時候 會改為奉命批可 好 面對這個簽公文的事件呢 他今天並沒有正面的回應這件事情 不過看這樣簽公文的方式 看起來就是希望可以撇清責任 保護自己 事實上外界也揣測了 之前高環安會請來 這個檢察官背景出身的蔡黎青當副首 就被質疑是有私心 難道是和這個高環安身陷 詐領助理風波是有關係的嗎 那麼目前副市長空缺由誰來接手呢 現在傳出名單也出來了 就是李國璋 因為最近有不少的活動都發現 李國璋都有出席 不過是否會接副首 李國璋也說了 現在會做好自己的角色 請大家不要過多的揣測 人心不死 公益不滅 天道常存 回顧八個月前就職典禮 新竹市前副市長蔡立青 和高環安一起抬著扁額 兩人表情蠢異 實際上個性也差很大 高環安早上有檢察官背景的蔡立青 根據平面報導有三大原因 高環安當時被爆出 扎領助理費希望找來蔡立青 幫助釐清案情 再來高環安想挖出林志堅時期的新竹 傍酬場閉案 沒想到蔡立青表現不如預期 加上她希望能壓住新竹地方派系 當高環安後來被依貪污重罪起訴 兩人之間嫌隙更大 任職最後一天親自送上奶茶蔡立青上任兩百六十一天 無預警被請辭 平面報導爆出兩人作風不同 蔡立青在批公文時疑似早就有戒心 蔡立青在擔任副市長時遇到有問題的公文 不會簽下可而是簽奉命批可四個字 表示奉市長之命千和被外界懷疑早就新生警戒 強調如果出事責任不在自己身上 一次在關場自我保護 實際向蔡立青求證 她沒有正面回應 只向平面說 人在旅行不方便回電 蔡立青離職 將近兩個禮拜 副市長的空缺 傳出內定人選 就是和高鴻安同黨的 新竹市議員李國章 沒有正面回應 近期高鴻安 卷入多個爭議 李國章屢次成為咒員軍 傳出布局由他接任 全為了高鴻安 若因助理廢案遭判刑 他就能接任代理市長 內閣人士如何安排也引發各界關注 華視新聞 莊明憲 劉俊男 趙若平新竹報導 哈囉 我是主播王韻竹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隨時鎖定 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